这是连衣群的前面跟后面 都有两面 这是后面 这是前面 这是我们这个连衣群的这个前侧跟后侧 我们先要把我们这个前侧跟后侧这里 来夹缝的位置把它拼接起来 就是这里 先把它这样拼接起来 这是前侧这个后侧这样 面对面 把这个凑缝这里把它拼接起 拼一公分幻直 起落手打到这边把它打牢 好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前侧跟后侧这样 把它拼接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整趟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后面跟前面 这前面 后面这里都有这个省位 我们先把它这样 把这个位把它点好 在这里点 然后车间伸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先也要把我们这个衣服的侧缝把它拼接好 一块前片一块后面 把它侧缝这里把它拼接好 面对面 我们在拼接这个侧缝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前面 这个下巴这里要烫这个薄 我们有这个食样 按这个减好烫好 我们的后面这里也要烫上这个薄 就是我把它烫好 就是这样 烫好了我们这个位也把它点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这个侧缝把它拼接起来 面对面 拼一公分之后 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这个侧缝把它拼好了 一块前面完后面这样把它拼好了 拼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腰缝这个装饰办 我们是一块面部一块礼部 这个面部上面我们要把它烫上这个薄 把它烫到反面 这是我们这个礼部 我们这个礼部我们要画这个 用这个食样把它画出食样线 我们画食样线在这个礼部的反面画 就是我把它画好就是这样 画好就是这样 我们画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做起来 我们做的时候是面对面 这边是面 面对面 把它这一条把它撤起来 把这个上面这个 这个弯位的地方 这个边比较糊的地方把它撤起来 我们车的时候车一公分宽直走 我们这个礼部上面就按我们的食样线车 我们这个礼部 这上面是礼部 我们让礼部要紧一点 让面部松一点 我们现在说要把这个礼部把它带紧 面部放松 好 这边是我们那个 腰缝的装饰蛋把它做好就这样 放到礼部紧一点 做好我们就把它这个值得把它修掉 修的只要留到0.6 好 修好了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在这个礼部上面把它压上边直走去 压的时候把它直走放开 好 这是我们这个把它做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这样 整趟好 这样整趟好 整趟平整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的这个 侧缝把它整趟好了 我们烫的时候往后片倒 这是我们这个 这个遥控上面这个装饰蛋 我们也把它整趟好了 就是这样 整趟好了我们用实样 在这里把它画出这个实样线 就是我把它画好就是这样 抱好了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把它定一下位 按我们这个实样线这样 把它摸平 把它两边盯到一起 好 我们定的时候不要超过我们这个实样线 定在这个实样线外面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个腰缝上面这个实 这个把它实样线把它挂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定在这个衣服上面来 就定在这里 这个位是对我们这个侧缝的位 我们就这样 按我们这个实样线把它 定在这个衣服上面 摆平这样摆平 摆平 这个缝最好这个缝 这样摆几顺 我们定的时候 我们定的时候 定到我们这个实样线里面 这边 把这个摆平 把这个摆平 有一点点松分 这样把它平成 因为我们穿起来这样 要把它撑开 把它撑起来 所以我们让这个 方式铁有一点点松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装饰办把它 摆到这上面来 我们把它修剪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这样把一个省位 我们把它修小一点 我们两面都把它修小一点 我们两面都把它修小一点 我们这边把手摆过来 就不会打 打刺 好 这是我们的装饰办把它吃好了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上前后这个 側缝也把它整摆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撤到这上面来 我们先这样撤 这个缝 对好这个缝 先这样把它撤好 撤一公分宽直走 把它对起来 这里的側缝也把它对好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 上一下这里 把它拼好了就是这样 拼好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 前后这个公主缝把它拼接起来 这样拼 一直拼在这个省位这里 把它连接 拼接起来 这前后都是一样 我们从这个 省位这里开始 这是我们叠好位的这个 省位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要拿平过来 我们这里 有个缝位 把它这样拿平过来就可以了 这样从这里 走过这里 可以开始 这样扯过来 我们如果说不直升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纸板 这上面这里是一公分宽直走 这样扯过来 吃到我们天空的这里 这里一公分宽直走 我们在前面这里有容量 有0.7的容量 现在我们要够再给到 ост空一点 导致 一下 有点 不一定 这样 现在我们现在čная 你 有点 好 这是我们的前天这个公主缝 跟那个省位一起吃好 就是这样 这省间一定要坚顺 把我们这个装饰蛋绑这样 一直车过来 就是这样 我们再把另外一边也把它车起 我们这个时候 这上面把它对起 把它这个刀口把它对好 我们这泡片这里 也有这个容量 0.7 把这上面把它送一点 我们把这上面把它再起 把这上面这个刀口把它对好 我们这个后面这里也有这个容量 我们要把它 把它下面把它松一点 把它的尖口把它对好 最好这样吹下来 把我们这里 这里把它这样一齐 比好 这里是 插到我们这个省位这里 这是我们省位的点位 我们用纸板这样 撒过来 直接坚顺 这就是我们这个前后的公主缝 把它清洁好了 这个装饰蛋也 就把它 进化 就是这样 撒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 整趟好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这个门巾 把它撒好一起 拿去整趟 这是我们这个门巾 门巾挂面 这个门巾挂面 现在在这个反面 把它放上这个薄 看好了 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样 把它画出这个实样线 这是我把它画好 就是这样 按我们的实样把它画 画好 我们就把它可以撤起来 我们在撤到门巾挂面之前 我们还有这个挂面 上面有这个 有这个锅头 这边前面没有 我们就是用这个礼布 把它撤到这上面来 先拼接到这里 我们这里有一个刀口 我们这个锅头这里上面 一个刀口 我们这样拼就可以了 面对面 拼一公分宽 这个锅头 这是我们这个锅头拼接好了 就是这样 拼接在这里 好 拼接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门巾 把它上起来 这样 这是我们这个前面 面 这是我们这个门巾挂面面 这样面对面 把它这样拼接起来 这里有个顶位 最好我们这个风位这里 这样摆平 按我们这个实样线车过来 我们刀的时候 把它这里刀口都把它叠好 好的 我们现在把它这个纸口 把它修掉 这里面的纸口 我们修掉 只要有到0.6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这个门巾把它修减好了 我们在这里 这个 骨头的位置 把它打在刀口 这里的顶位 我们打的时候 不要打到线就可以了 好好了 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从这个刀口上面 这个门巾就是面 从刀口下面 这个前面就是面 我们要把它这样压好线 它这个反底面 我们 这里有个刀口 这刀口上来 两公分的地方 下来两公分的地方 我们把它做好 我们把它做好记号 我们压在这个门巾上面 压上 腌制口线 我们这个上面 这个门巾身面 我们就压到这一边 我们就压到这个鱼巾上面 好 压到我们这个 刀本身这里就好了 好 我们上面就压这一边 我们下面 就压到这个门巾 刮面这一边 这样我能打开 压到门巾 关于这个 我们这边 也夹到这个 这里有一个花红线 这里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线压 这上面 就是这边是面 下面就是这边是面 好 压键好线了 我们就现在 把这个下角把它封起来 这样折过来 把这个门巾这样 折顺去 按我们这个 键线车过来就可以了 插到我们这个 转角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的 就是我们这个 门巾下角封好 就这样 把这个直口把它修一下 修到这里 有点点 这个脚这样剪一下 剪好了 把它翻到正面来 把我们这个脚把它调方正 好的 就是我们门巾锅面上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整烫好 这上面是这边是面这样烫 这上面这边是面这样烫 把我们这个 前后公主缝这样 把它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前门巾 跟这个前后公主缝 这个腰装饰铁把它探好了 也是这样 探好了 我们就要把这个 我们这上面这一节 把它修剪好 两边这样摆平 修成一样大小 这是我把它修剪好了 好 我们这个整烫平整了 修剪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 厚中把它拼接起来 我们这样面对面 把这个厚中把它拼接起来 拼一公分宽指数 把两片白平 好 这就是我们的厚中 把它拼接 拼接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 尖缝也把它拼接起来 这是我们这个尖缝 这样面对面 把我们这个尖缝拼接起来 平一公分宽指数 好 这是我们这个衣服 这个尖缝跟这厚中缝 把它拼接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整烫好 整烫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下角 把它整烫好 我们这个下角 按我们这个宽度这样 把这个刀头这样 这样折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礼部的前面 礼部的前面 这里还有一个省位 我们把它省位把它打好 这样 这样反面打 我们先把它点好位 就是我点好位在这里 他就是我们把它位 我们这样把它最上面 最下面这样拿锤子过来 这样拿直 你这里开始车 你这前面一公分的地方 就把车尖送过来 这样拿平包成中间这个位 把它对好 我们如果这样打不好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纸板 这样把它拿平 这个纸板笔子这样打过来 把它比较尖式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前面 这个省位打好了 我们这个省位打好了 我们还有这个前甲 穿这个铁 我们要把它这样 这个铁把它撤到这上面 这个钱夹上这个铁 我们先把它这个反面 摊上这个铁 然后用我们这个实样 把它这样 划好 这时候我划好就是这样 划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铁 把它撤到这个前面上面来 这边是面 我们这样撤 这里一个导口 我们这里一个位 这样把它对好 这里把它对起 按我们这个实样线 撤过来 这个衣服上面 撤一公分干净 把我们这个刀口把它对好 好 这是我们这个前面这个甲 这边铁把它撤好了 我们把它这个尺口把它修掉 修的只要留到0.6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个夹的铁把它修好了 我们还要在它这个铁上面 把它压上边直走线 我们好压的话 我们可以就这样把它压 不好压我们可以把它拿去 整烫好了再来压 也是一样 我们把这个线压在这个 夹出来那个铁上面 不好压可以拿去烫好再来压 也是一样 好的 这是我们的前片这个夹成铁 把它撤好就是这样 我们把它拿去整烫平整 然后我们这个省位也把它整烫好 这是我们的里部的厚片 也有这个省位 我们也把它先打好 把它位点好 点完的时候点在这个线里面 我们超过这个点位就可以了 我们也是一样 把它最上面的最下面这样 拿直顺 从这里车尖送过来 这样挤好 比到我们的中间这个点位这里 车直顺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后片这个省位把它打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的后片这个里部上面也有这个 加成铁 我们也是把它剥 把这个剥烫好 然后用我们这个实样把它画好 跟前片是一样的做法 好 我们现在画好了 把它这样拼接起来 面对面 按我们这个实样线车就可以了 车的时候我们这个衣服植物的地方 我们要把它带领 不要让它有就位 把我们这个刀和把它丟好 好 我们把它夹成把它吃好 我们把它直到把它修掉 这个只要油到0.6 我们这只口修好了 我们到这个夹成铁上面把它压上 0.1的线 好 这种 我们这个厚片把它拼接好了 我们撑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厚中把它拼接起来 这是我们这个厚片 两片都把它撑好了 我们现在面对面 把它这个厚中把它拼接起来 拼的时候拼一公分宽之后 好 这是我们这个厚片绳位把厚中缝把它踢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整烫平整 把它厚中夹在这里 省位都把它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里布厚中跟这个前面那个省位都把它整烫好了 我们烫锅的时候 前腹往前中倒 后腹往后中倒 好 我们烫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里布的厚夹缝和尖缝把它拼接起来 这样面对面 拼的时候 拼的时候拼一公分宽之后 我们要拼到我们这里 这个夹身铁这里我们要把它前后把它对好 还有我们这个尖缝上面也是 还有我们这个尖缝上面也是 把它这个缝把它对好 缝对缝 线对线把它对好 最平 最直顺 好 我们吃到我们这个尖缝位这里 我们这前面这里少了一块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门筋挂面 我们要拼在这里 好 我们拼到这里 我们就把它平下来 留到两公分的指头 不要拼到头 等下我们这样拼接这个门筋挂面 拼接在这里 我们这边也是 把这个夹在这边把它这样对齐 在前面留一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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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这个里布的奶甲缝 你今天不把它拼接好了 我们这个后里布的后领这里 这里 这里有个刀口 这刀口这里我们就是封琴味 这里有个刀口这样 是一个封琴味 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这样 刀口 最好刀口这里 这样把它定一下位 让我们上眼的舌就好上眼 我们现在这样 把它这样 定好 定好 这就是 这就是后 里布这里的封琴味 这样折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这样 这样平烫 平烫 直顺过来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这里布 折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 拿一点缝 尖缝 这里把它 等烫 平整 这是我们衣服的领子 我们这个衣服的上级领 有两片 我们先把它的反面 放上这个薄 然后在这一片上面 在这个一片上面 把它划上这个实样线 这样划好 这就是我划好 就是这样 我们划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领子 把它做起来 我们做的时候面对面 我们做的时候面对面 这样面对面 把它两片摆平 从这里开始摄 从这个转角的位置 好 倒准 拔好 我们这个花线的这一片 我们做底脸 我们做底脸 就要把这个底脸 带紧 面脸放松 我们这上面 把它带紧一点 它中间的位置 就可以把它放松 这两条 这两条这里 把这个底脸把它带紧一点 面脸放松 我们这样把它 带紧一点 我们吃到这里 把它 把它倒点 我们拌好这个底脸 它是有点紧 好 我们这领子做好了 我们就把它这样 直口把它修掉 修到0.6 这个角的位置 这样斜着剪一下 这些地方 修到0.6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把它修剪好了 我们把它这个角 翻到正面来 把这个角把它调方正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把它翻过来 调方正 我们这样打开 在这个底脸上面 在这个底脸上面 要上尖指头线 这样 从这个前面 由3公分的地方 开始 压过来 压到这个底脸上面 我们画的线 是底脸 压的时候把这个 指头包开 不要藏 我们压到这一头 也是 油到差不多3公分 左右 两边一样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把它做好了 我们把它拿去这样 整趟平整 整趟好 这是我们这个上级领 把它整趟好了 就是这样 整趟好了 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样这样 把它比好 修剪成一串 都是一公分宽的指头 把它这样一串 就把它修剪好 修成这 全部是一公分宽的指头 然后把它这个中位 把它画出来 这样我们就把它这样 修剪好了 我们要把我这个底脸 这边是底脸 这一串 修小0.3 从这里 这底脸比面脸 修小0.3 这样修剪好 我们也可以这样 这样转过来修 这样 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穿 穿起来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底脸 修小0.3 这是我们这个面脸修剪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下底脸 我们要把它撤起来 这是我们的下底脸 有两片 我们先要把它这个反面 烫上这个薄 然后用我们这个 实样 画出我们这个实样线 这边 把它画好 就是我把它画好 画好了我们这边也是 一定要是一公分宽的指头 这样撤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 上几点跟下几点把它做到一起 这个是上几点我们把它修剪好 全部是一公分宽 这个下几点我们这边也是一公分宽 好我们现在这样把它对好 把它上下几把它撤到一起 这个烫烫的这一边 包烫的这一边 撤到我们这个面脸上面 这样从这里开始 那个脚最好这个脚 一公分宽的地方把它撤过来 按我们这个实样线撤过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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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到时候我们这个领子这个 斜温的地方不要拉 放平就可以了 把我们这个中位把它对好 这个直温的地方把它两片摆平 好这是我们那个上 上几点跟下几点这个面把它撤到一起来 就是这样 我们再把它这个底领这边把它撤起来 我们底领这边也把它 这样把它换入中位 我们这中位 最好这个中位 我们去按我们这个 按我们这边的这个 一公分宽的宽度 一公分宽的这个宽度 把这一边把它撤起来 把这一边把它撤起来 我们这一边就这样 我们撤的时候撤这一边 把它这个里开始撤 撤一公分宽 把它撤过来就可以了 把它撤过来就可以了 把这个中位把它背好 好 好这是我们这个上几点跟下几点的这个 底面再把它撤在一起 我们现在把它这个直口把它修掉 撤到流到0.7就可以了 把它这两边都把它这 修到只要流到0.7 好这是我们这个领子的直口修好了 我们现在要把它这样 这样打开 把这个缝 把这样打开 我们如果这个料子不好弄 我们可以把它拿去这样 烫 把这个缝把它烫开 如果这个料子好弄的话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这样 摸开 把这个缝的两边 一边压一条0.1的线 这边跟这边都是一样 把这个缝这样 烫开或者摸开 好 这样弄开了我们就把这个缝的两边 一边压一条0.1的线 从这头上开始压 从这头上开始压 好我们这一边压好了 我们再把另外一边也把它压好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领子这个 这个 线把它压好了 压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去把这个线这样 把它烫直顺 这样烫平 把这两片都这样 把它烫好 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把它整烫平整的 就是这样 整烫好了我们现在把它这样 缝对好缝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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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合定起来 合定起来的时候 我们前面 这里流到 六公分长就可以了 五六公分长 从这里开始 这后面就是把它缝对好缝位 把它这个两片点针 钉到一起 现在说我们这个值得比较小 我们切的时候慢一点 把它这两片摆平 碰得最好缝 好我们钉在这一头也是 差不多有五六公分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停下来 这就是我们这个领子定好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底领 就紧0.3 我们这样翻过了就干好 比较平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把它合定好了 就是这样 这个上下 底领 这里 底领比较紧 面领 松一点 这样穿起来就比较平足 好 这是我们这个 上下 底领 把它钉到一起了 我们现在按我们这个 上面烫印的这个 把它画出这个实样线 这样画好 然后我们 就用我们这个实样 画出我们这个三道位 我们先可以把它这样 比好我们这个中位 就是我们的后中位 所以我们这个 实样把它这样 尖缝位 这两边是在尖缝位 就是中间最后的 好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把它订好位 订好位 它就两片订在一起 位也把它画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领子 把它上起来 这是我们这个 衣服的面部这个 厚中把它整趟好了 买甲缝尖缝 把它整趟好了 整趟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 这里 脖头这个拼结位 我们把它修剪好 这样修剪好 修剪好一样大小 里部跟面部 好 修剪好 我们就把它翻过来 把它这里把它做起来 翻到反面来 翻到反面来 我们这里 最好这个胃 从这里开始吃 我们吃菜的时候 把这个里部把它放出来 0.3 我们修剪好了 我们把这个里部 放出来 0.3 我们翻过来 它这个里部自然要往里面 去0.3 又不会跑到外面来 把它里部放出来 0.3 我们插到这个 插到这个脚这里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 衣服跟这个前面 把它这样摆平 把脚 带好这个脚 回这里 插到这个脚这里就可以了 我们等一下上脸子 就从这里开始上 从这里上过来 然后我们把它伸到这里就可以了 放到这里 我们就把它这里 这样写着打一个刀 把它我们这个切的线这里 不要打到线 把这一边我们切在这里 把这个 纸口把它修掉 修的只要留到0.6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这边这个切好了 我们把这一边也把它撤起来 车法是一样 车的时候把它这个衣服把它 改平 从这个脚这里开始 把它放在里面 我们吃的只要是把这个里面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 再 把这个切好了,我们把它在纸上把它削掉 把这里把它这样起着把它搞走 好了,我们切在线那里就可以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前面这个拼 脖头拼结位这里把它做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领子把它上起来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领子把它上起来 我们这是衣服这里 转脚的位置,我们打开导口这里 我们这个领子从这里开始上 我们这里 在上之前,我们一定要比好领子 这上面有没有高低 这脸是一样长 好,我们现在这样 这边是领子的面,这样子 从这里开始上 我们上的时候这样打开 这边我们转脚的这个位置 这个转脚,刚好对准我们这个 车我们这个拼结这个 脖头位这个线要把它重到一起 刚好的接上 按紧,扣紧它 也不要多也不要少,刚好把它扣紧 我们车的时候就按我们这个一公分宽的直口这样车过来 这里是我们画的位 我们画的位,这个这里过来一公分的地方 最好我们这个转脚的位置我们把它对好 在这个转脚的位置我们就把它转过来 在这个衣服上面把这个包口 再把它转过来 把衣服下面把它摸平 摸平撤过来,对好我们这个尖锋位 这个位置最好我们这个尖锋位的,把它最好 这个是对我们的厚重位,这个位把它最好 这个是对我们的厚重位,这个位把它最好 我们拆到这一边的时候也是 这过来一公分的地方,最好我们这个角在这里 把这样,最好 最好,再好端过来 我们这边也是把这个,这个线 最好我们这个,线重好这个线 把它撤得吻合到一起 我们这边也是,把这个,这个线 我们拆到这条线,按着这条线 这样把它撤好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领子这边上好就是这样 一定要圆,所以这个脚要把它转方正过来 好,我们这个领子跟这个衣服上好了 好,我们现在要把我们这个礼布 把它这样扯过来 这是我们这个礼布 好了,整它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这个,门经挂面 挂在这个礼布上面来 从这里开始 这边是我们这个门经这边 尖锋这里 从这里开始 从这里开始 把两片摆平不要拉,按我们这个 使用线车过来 好,我们这个,靠这个礼布插到下角这里来 我们把它这里要做个记号 在这个,脚边的宽度的中间 位置,把它做个记号 我们撤到这里也行 左右高低要一样,我们把它做好记号 在这个,脚边的,摆上来的这个宽度 就是中间,位置 把它过来的记号 我们拆到这里 就把它停下来就可以了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门经挂面这样套好,就是这样 好了,我们比的这个位置 左右高低要是一样 好 好,这是我们那个礼布 门经挂面 跟这个礼布把它拆到一起了 好,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尖缝把它清洁起来 我们一边还有一阶这个 尖缝没有拆好 我们这样把它接着把它清洁起来 好,这是我们这个门经挂面跟我们这个礼布吃好了 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脸子 这一边把它撤起来 我们这个脸子这一边吃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一边把它撤好 我们撤在的时候这样 把这个门经挂面这个 跟我们这个炭好磨的这一边饼子这样 从这个角这里开始 从这个转角的位置 这边就是从我们汤硬这里过来 一公分的地方这样 车过来 车到我们这一边 这里也是这个 把这个脸子跟这一边把它撤到一起 我们跟面脸那边上的上法是一样 把它啃到一起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 礼布这一边 把它上好了这边 上好了我们就把它这里 在这个门经挂面上面这样 把它把它刀口 撒下来或者把它这个车的线这里 把它刀口 我们把另外一边也把它撤上 车法是一样 你看 这是我们领的这一边 这里最好 线最好线 这边也是吃到这个 我们这个 转角的位置 这个吃到我们汤硬过来 一公分 这里有一个 使用线在这里 转过来就可以了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领子把它上好了 就是这样 上好了我们就把它拿去把这里 把它烫开 把它烫开 一共这样把它烫开 就两个 鼻领跟面领就这样把它 打开这样烫好 两头这样烫好 把我们这个 脖头位把它翻到正面来 把它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这个 拼接的脖头这里把它整烫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做的时候 我们这个里布 放出来0.3 它这样烫好 自然的这个里布往底面 进来0.3 它就不会跑出去 好,这个领子这里我们也把它整烫好了 我们现在把它翻到反面来 就是我们这个领子这里把它这样整烫好了 整烫好了 整烫好了 我们把它这个角这里 多余的地方把它修掉 这样就比较平整 就是折起来的地方 把它修掉 好,我们这个把它修减好了 我们就把它这样 就是我们这个领子这里把它切好 就是打开缝 这样 缝对缝这样子 我们在我们正面把它这样摸平 摸平拿好 把我们这个 底领跟面领把它钉到一起这样 面这样缝对缝 把它钉到一起 把它钉好就是这样 我们把这边也把它钉起来 我们这样 这样背好 把它翻到正面来 把它领在这里 把它这样摸平 摸平这样摸平这样 捏好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这里把它定好位 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把它定好 这个底领跟面领 把它定到一起 就是这样子 两边就把它定好了 这样摸起来要平复 这个底领 这个底领要进去一点点 不要让它露出来 我们这里一定要把它撤好 不撤好 它这里就有一个洞 这样撤平身 好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撤好了 我们现在 把我们这个后领这个领布 定到这上面来 从这里开始 把这个领布 这样 定到这里 一起 我们把它尖峰位 最好尖峰位 我们现在的时候 不要超过我们这个上领 那条线 不要超过它 按着它 颠颠走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领子 这个后领 这个领布 定到上面来 就是这样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 就后领的风情位 是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定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领 上面的线把它压起来 我们这样把它打开 从这个转角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指头把它摸到里面来 从这个转角的位置 我们转角的位置 我们转角的位置 摸平 把两片把它摸平 从这里开始压 滑到人打了 我们压到领子线的时候 把它指头摸好 把下面带紧 把这下面把它带紧 上面放平 要是我们上领 那条线就可以了 我们下领 我们最后也是把它这样摸平 直着把它摸好 这样压过来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领子压好线就是这样 这边是0.1的线 这边也是0.1的线 我们压好就是这样 好 这是我们这个领子 把它做好了 就是这样 我们把它拿去整烫好 这是我们这个礼部这个门经光面这里 把它整烫好了 这个监控这里脸子都把它整烫好了 整烫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夹上把它套起来 我们在套夹上之前要把我们这个活头拼解 我也要把它钉在这个后面上面来 这是我们后面这里一个这两个的刀口 我们这个拼解位就是这样钉在这个后面这里 这样钉在上面 按我们这个刀口 我们钉的时候只要钉到0.8块的直口就不利了 就能钉在3块 把它钉在上面对起 这就是我们这个前面这个拼解位 或者钉好就是这样 在这个衣服上面就是这样的 钉在这后面上面这样钉 钉好了我们就把它翻到反面来 把它这个夹上把它套起来 这里我们把它翻到反面来 这是尖缝 这是我们尖缝的位置 我们拿好的尖缝的位置这样子 扭过来面对面 把它这个夹上把它套起来 从这个尖缝位开始 我们这个夹上这个贴这一边 撤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面部 往里面放0.2 0.3的样 从这个尖缝位开始 尖缝位最好尖缝位 把我们这个面部一定要把它让 往里面去 0.2 0.3 这上面就按我们这个实用线车 就可以 没错 没有东西 嗯 那么 很烦 同一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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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压上粘点粘线 压一穿过来就可以了 我们压的时候把它这样 盖紧 把这个指口把它扒开 这就是我们这个夹穿把它 压好线压一穿压好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车的时候 我们把面部放在0.2 0.3 它这样车好 它这个面部它就出了0.2 0.3 这个里部进了0.2 0.3 它穿的时候就不会里部往外面跑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夹穿把它套好 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就是这样定 好这是我们这个夹穿套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里部的下角 把它套起来 我们把它一股翻它反面 我们先要把我们这个脚边这里 我们这里还有一截这么长 没有车 我们现在把它这个指口 跟我们这个门间这个指口往里面这样折 折好 折平补 把它这样扯到我们这个下角上面 把我们这个下角这样打开 把下角这样打开摸平摸直 从这里 定在这个脚边这里 我们一定要把它摆方正 我们一定要把它摆方正 摆直顺 我们这个这里的风情味这里定好就是这样 一定要直顺 两边的定法是一样的 这边也把它定起来 这样把它指口摸好 然后就往我们的下角上面吃 然后就往我们的下角上面吃 好这是我们两边这个风情味这里把它吃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个下角里布把它套起来 我们这样把我们这个里布这里摸平 把它这个里布藏住了地儿 我们就让它藏住了这样 把它这样摆平 车一公分换起 稍微把我们里布面部这个风味把它对好 好我们现在这个后面这一节这里 我们要把它留个小口 留个口 等一下我们这个衣服要从这个口子里把它翻到正面来 有六公分的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吃到这一点也是这样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下角把它套好了 就是这样 套好了我们现在把我们这个下角这个 按我们这个烫印 面部的烫印往上面折 把这个风味跟这个角边这个边边把它定到一起 这样定一下味 好这是我们这个下角这个位把它定好了 就是这样 把它这样定好 把这三个位都把它定好 把它定了 不要 定到我们这个风上面就可以了 好定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从我们这个流口的地方 把这个衣服翻到正面来 翻到正面来 我们把这个夹穿下角把它整套平整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这个衣服 把它从板面翻到正面来 把它整套好了 整套好了 我们这个下巴这里还有个口 我们要把它用手红针把它红起来 我们把它这样 把它这样 这样拿好 拿平 因为这个手红针把它这个口把它缝起来 我们红的时候把这个线在这里 把个结 然后我们从这个里面 往外面这样缝一针 红的时候我们这个接头就在里面 好 现在好了 我们就开始把它这样 把这个下角把它缝起来 好 这是我们这个口把它缝好了 我们就把它打上这个结 把这个线头把它打个结 扒好 扒好了 扒好了我们要从这个缝里面这样把它挑软一点 把它到这个缝里面 这样 把这个 把我们把它截着拿到这里面 然后把我们这个线头把它剪掉 剪掉这个结结在这里面 尤其是我们的下角把它缝好就是这样 在这个封情位里面看不到这个缝 我们可以把它拿去这样 再整烫一下 这样把它整烫平整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下把这个口把它封好了 我们这个衣服这个 夹肠也把它烫好 烫好了 这个我们这个 烫好就是这样 我们这个脸子 这个门巾也把它整烫好了 我们这个门巾把它整烫好了 我们现在用我们这个石样 门巾的石样把它这样比好 比到这里 把我们这个 扣眼位把它点上 按我们这个点位把它点上位 按我们这个点位把它点上位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扣子位把它点好了 把上扣眼 垫上扣子 我们这个衣服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